我想蔡英文政府上臺之後 對美國的這個軍事採購 其實高達了六千零七十七億 那明年度的這個公務預算 在國防的部分 又增加了七百一十六億 那如果說要再加上這個軍事的特別預算 整個加一加我們之前有講過 其實高達了五千八百億 那這麼高的一筆軍事預算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尤其是在軍事特別預算上面 都是要靠舉債 舉債是什麼 舉債就是像我們下一代要錢 那未來就是下一代的子孫要去還的 那當然這個國防的預算不能夠沒有 但是如果只是一味的因應對方 尤其是這個中國大陸 那軍備競賽 那我覺得這點上 我們要值得去深思考慮 尤其是中國的這個軍事預算 在這幾年 每一年 大概高達兩千六百億美元 那我們換算過來 大概就是二十億美元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軍備競賽上面 其實我們是非常吃力的 所以國防的發展 跟我們財政上的平衡 那還有各項支出 應該怎麼樣是面面俱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那當然我覺得從這個 裴洛西訪臺之後 我們看到中共 不管是在海陸空的軍演 那或者是這個飛彈 直接飛過的臺灣的上空 這樣的規模都是從一九九六年以來 規模之大 時間之久 然後強度之強 那我想這個是到現在為止 其實都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新加坡 包括不管是之前李鑫榮總理 或者是現在剛好我們說到的 他這個前外交部長楊榮文 他接受這個彭博電視臺的訪問 所提出來說 我們不要去輕忽了 我們不斷去操作這個臺灣的議題 可能帶來的一個後座力 或者是說這個對臺灣而言 這中國大陸對這件事情 就是高度的敏感 高度的反應 當然是有時候是有點過分了 可是呢 他拿這個珍珠港事件來講 就是萬一有這樣的事件發生 擦槍走火的時候 其實可能 可能某種程度 大家都付不了這樣的代價 那回頭 回過頭來看 這麼大量的軍購 那對於臺灣去發展 所謂的不對稱的一個作戰能力 當然具有一個相當的關鍵力量 可是對於兩岸的和平 到底有多少幫助 那目前我們看起來 其實兩岸的主觀區 就是越來越激烈 越來越對立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見仁見智 採購武器必然是需要的 可是我們怎麼去讓兩岸之間 可以重新有一個對話 然而這要怎麼如何去穩定 我覺得蔡政府應該 他自己要有一個SOP 或者他要超前部署 要有一個想法 要不然我覺得光靠軍購 很難保 我們可以有這個長久的和平 賴瑋 是 我想現在談到這個軍購 我都要看後面兩大國 到底在博弈什麼 那臺灣當然就是過程當中 必須要繳一些 我們講的保護費 那這次看起來也是軍購 金額最高的一次 從拜登總統上任到現在 那我想大家都在關注的就是 集團體這件事情 那很快的如果說這個席拜會 有在集團體談成 那談成是談什麼 一定是談美國利益 那中間會不會有臺灣 臺海的這個議題在裡面 我相信是有 可是現在還是要看整體上面來講 就是說 佩洛西來 然後很多的國外的一些 這個國會也派人來 我們國會天天就是三不五十要 要去接待他們 那所以來實質上是增加臺灣在國際上 有辦法去對於很多的政治平衡裡面 有一個新的策略模式 還是說 終究還是在一個大國博弈之下 我們終究沒有辦法自己的策略模式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看不出蔡總統有沒有好的談判的策略 跟籌碼 除了剛剛講軍購跟美國之外 你跟歐洲歐盟之間 你有新的商業協定嗎 你有造成說我們在關鍵技術上裡面 還能夠像過去擁有一些這個所謂 護國神山的一些新的產業 其實是時間不在臺灣這邊 而且整個國際的這個動盪裡面 如果只有用軍事 我覺得還是少了外交 那外交的做法 我覺得還是看這個習拜會集團 以及這個中共的這個二十大毛 也見在懸上 所以下半年我覺得是蠻兇險的時代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